那么天气预报显示 昨天夜间的最低温度 大概是在零下12度左右 所以高原气候和低温 也是给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 带来了一些挑战 那么在今天凌晨3点钟的时候 明河县消防救援大队 是成功地救援出了一名被困群众 送往医院进行了救治 地震发生以后 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 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的机制 调配了286名消防救援人员 前往受灾地区进行救援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房屋已经倒塌 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进行生命的探测 并进行救援 我们现在请现场指挥的 海东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复制队长 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您好 启动了一个应急预案 扣停了馆内的客户列车 一共截至到目前 已经摸排了五条高铁 还有十条朴素 和131个运行区间的行车设备 那么经过全面的排查消除隐患之后 从今天凌晨的2045分开始 停运的客户列车 已经逐步地开始路线恢复通行了 其实这里也要提醒一下 各位救援人员和救援的车辆 因为我们沿途走过来的时候 整个路上依然有这些结冰的现象 而且受地震的影响 整个从临下市通往大河家镇的 沿途的隧道里头 基本上都是停电的状态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救援人员 还是救援人员车辆 一定要稳加慢行 注意安全 那么目前的救援依然在持续地进行 那么随着这个天色慢慢的变量 整个救援的进度 也会进一步地加快 警方现在已经完全倒塌了 只剩下了残员断壁 现在消防队员正在对这个倒塌的房屋 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摸排 他们已经在整个这个村子里头 发现了两名的被困人员 并且顺利地解救出来了 那么甘肃城的抗争救灾指挥部 现在已经启动了地震的二级应急响应 同时调集了森林消防 消防还有这个省级专业救援队伍 和社会救援队伍等应急救援力量 已经超过了1300多人 现在他们携带的 主要有像生命探测仪等 这些地震的专业救援设备的器材 也达到了1万多件 那么在我们沿路走过来的时候 在路上跟我们并行了 好多这个医疗救援的车辆 那么在地震发生之后 甘肃城的卫生健康委 也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 那么截止到目前 一共抽掉了200多名的医护人员 还有30多辆医疗救援车辆 还有卫生防疫等卫生应急的车辆 来到了灾区 开展一个灾后的紧急救援的工作 那么在受灾群众的安置物资方面 现在甘肃城的应急厅 已经调拨了第一批的群众安置物资 其中也包括了像棉杖腾 还有折叠床棉被还有被褥 其中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火炉 那么因为现在整个灾区的气温 已经低到了零下15摄氏度左右 所以说这对受灾群众的一个妥善安置 带来了一个不小的考验 那么现在这一批物资到达之后 下批物资也正在从各地 来进行一个紧急的调动 那么其实在今天早上 今天凌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 为了确保整个这样一个客户列车 在管内的运行安全 兰州铁六局